行政院长苏真昌二十一号晚间现身台大国际会议中心宴请立委 包含无党籍立委林长佐还有激进党的陈伯维都来共襄盛举 现场针对施政碰到的问题以及振兴券的相关议题来交换意见 希望新任期在振兴难题上能够缜密的讨论政策 行政院长苏真昌面对喊话笑笑不回应 新任期才刚开始马上召集党籍立委针对振兴券召唤意见 酷碰券那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才这个悬崖勒马 他说如果茂然的推出可能又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意见 反而适得其反 实际的因为时间很短嘛很急促 急着要让社会赶快恢复一些经济活动 集体的决策出来了以后再跟大家报告 会不要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讯息 面对镜头通通不敢多说 就怕像上一回纾困方案太快宣布 漏洞太多造成民怨 这一回振兴卷不多透露 眼里好才统一宣布 不过难得党级立委和院长齐聚一堂 似乎调出了许多真心话 苏院长有讲到蔡英文总统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尊重 而且信任对方才有今天的团队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觉得我刚刚应该可以读到脑波啦 很多人可能一直在跟苏正昌说我爱你吧 520就职典礼才刚结束 党内充满感谢气氛 内阁新任期议要和国会牺手渡过难关 不过身为立院新鲜人的陈伯伟 第一次参加似乎有点紧张 有一些可以直接跟院长讲的话 一些前辈都有讲 不足的地方 请教前辈们看怎么做 大家给一些意见 当内不分离我 针对振兴建政策交换一届气氛 似乎还不错 内阁新任期议将为接下来的振兴政策 带来新的气象 记者中文报道